5月的ETF配息 既然開跑了 我們要請教馮總監 現在大家都配得好高 929這一次還是配0.2 然後878配0.5 這是史上最高的 還有731甚至配到 大家說年化報酬率有18% 對 高股息ETF 為什麼可以配這麼多 我們想一下 就是說這個配息的來源 包括哪一些 第一個就是這些ETF 成分股的息 第二個部分 如果你是有 平準金制度的ETF的話 也可以拿來配 第三個最重要的 就是資本利得 我想今年的行情 其實有撐到最後一刻 精靈天效最後兩分鐘 其實都是財富密碼 為什麼呢 因為我列出這15名 今年以來的 績效最好的 通通都是我們在節目上講過 而且大概半年前 我們就講了 你看都集中在哪一些 第一個含輝量 AI的ETF 這個都是含輝量高的 這個美股七雄 這個費城半導體 這個半導體 這個部分5G AI 這些北美半導體 北美科技 這些都是我們講過的 美國的科技的 AI的 另外來講含積量 是什麼呢 是執行的這個0052 還有包括00915 還有這個0062 6208 0050 這些是不是都是 都是我們在節目中講過的 所以你一定要記住 這個財富密碼 絕對不能漏掉 第二季怎麼辦 沒跟上怎麼辦 沒關係 趨勢不太會改變 海外科技型跟台股的市值型 你都要佈局 因為它會有一個 悄悄板的一個效應 不會同時強 但也不會同時的弱 反而高股息的 就要挑選一下強弱 第二個還是要重視 它的選股邏輯 三個字 紅飛機 是非常重要的 你有這三個持股的話 基本上你就是績效非常的好 為什麼是紅飛機呢 紅就是紅海 飛就是灰 灰打